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科幻剧作《安德的游戏》 从星河大战一样,讲的是人族与虫族间的种族指战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式的 50年前,虫族舰队入侵地球 人类被突如其来的外星入侵打猛了 地球上的防御力量几乎被摧毁 危机关头,一个叫雷汉的英雄 驾驶一架战斗机撞向虫族的母舰 核爆了这艘虫族战舰 至此,人类在这场异族战争中获得了第一场胜利 但是人类知道,虫族的入侵不会停止 下一次,人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从那一刻开始,地球史无前例地联合起来 人类及全球资源组建联合太空作战部 打造国际舰队,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入侵 挑选最优秀的孩子,培养他们的战略思维和技巧 希望他们成为新一代太空作战的中间力量 安德维景就是最被看好的天才少年 他极致,富有同情心 最关键的是拥有卓越的战略思维 他身上从小就装有监视装置 以便太空作战主管哥拉夫上校 时刻掌握安德的言行 为了考验安德的心智 哥拉夫令人取出了安德国境上的监视器 之后安排霸凌他的同学找安德的麻烦 他们把安德推进一间教室 虽然被团团围住 但是安德没有丝毫怯诺 拿起桌子上的摆剑就轮倒了带头的老大 之后对着他的肚子就一顿狠提 即使对方求饶也不停手 周围的人都被安德的气势震住 随后安德回家跟姐姐瓦伦蒂 倾诉自己的不敢 原来安德以为 自己会因为这件事被踢出训练 瓦伦蒂安慰弟弟 他没有做做什么 这时安德的哥哥彼得过来嘲笑他 说他跟他们一样都被踢出了训练 原来彼得和瓦伦蒂 之前同样参加了训练 但彼得过于惨暴 瓦伦蒂过于善良 所以都不适合成为国际舰队的指挥官 安德在哥哥的暴力和姐姐的疼爱下长大 他平和了暴力和性感 这是领袖的素养 在挑选军事指挥员的过程中 情感和思维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指标 晚上 格拉夫带着哥文来到安德的家 询问对方 明明已经没了还手之力 他为什么还不停手 安德解释说 只有让他们怕了 他们以后才不敢找自己的麻烦 格拉夫非常赞同安德的想法 然后就带着安德来到几地 和其他孩子一起 前往太空中的战斗学院 他们将在那里 接受更系统的训练 飞船进入太空后 格拉夫来到船藏 故意夸安德 是这里最聪明的孩子 如果能成为国际舰队的指挥官 那么一定是他 能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天之骄子 安德在格拉夫的表扬下 成功吸引了所有同学的记恨 很快 飞船便来到了绕地运行的战斗学院 安德在这里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和战略思维的培育 格拉夫在飞船上的夸赞 让他被同学们鼓励 安德对如何跟同学们打成一片 十分迷茫 很快 安德就想到了办法 他在教官面前 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虽然因此受到了教官的惩罚 但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 于是同学们渐渐认可了安德 围绕在他身边的人 也越来越多 晚上 无聊的安德 打开了一个心灵测试游戏 游戏中 安德的角色是一个小老鼠 巨人面前摆着两瓶药 一瓶是断魂水 一瓶是不老药 安德发现喝哪瓶都会死后 直接跳进巨人的眼睛 杀死了巨人 观看的小伙伴 关安德为什么这样做 安德解释说 遵守规则必数无疑 付诸武力才能获胜 时刻关注安德的格拉夫 看到后非常高兴 认为安德 就是国际舰队指挥官的波尔人选 于是破格 将安德调到了高年级的火星期战队 接受实战的眼帘 战队中的佩查 对安德十分友好 可队长帮佐 却对安德充满了偏见 处处为难安德 在佩查的教导下 安德的战斗素养突飞猛进 并在一场比赛中 通过跟佩查的紧密佩格 帮队伍赢得了胜利 但邦佐并没有接纳安德 反而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风头 冲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无聊时 安德又玩起了心灵游戏 却在游戏中 发现了重厚的身影 而且还想要告诉他什么 安德的表现 越来越被格拉夫重视 他看安德 融入不进火星战队 于是让他组建飞龙战队 参与对战 飞龙战队的第一批成员 就是他在新兵班的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安德迎来到他的毕业考核 他要率领飞龙战队 应对两支小队的阻击 安德凭借出责的指挥 完美的战略 应得了这场不公平的对决 格拉夫看到后 认为安德 就是国际舰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此时 输不起的邦佐 带人去找安德的麻烦 安德通过言语 积走了邦佐的爪梁 单挑时 安德将帮佐踹打 摔成了植物人 安德很自责 他直接回到了地球 好在姐姐的安慰 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随后 格拉夫带着安德返回太空 但却没回战斗学院 而是上了一艘 即将开往前线的星际战舰 两人乘坐战舰 来到人类的前进基地 这里是当年重组 进攻地球的普及站 安德在基地 见到了雷汉 其实雷汉 在撞向重组的母舰时 跳蚕跑了 原来重组跟蚂蚁一样 是由女皇控制的 只要把冲突的女皇干掉 他们就会不战而败 接着雷汉 带着安德来到 模拟作战实验室 这里有安德吸热战友 模拟作战实验室 可以模拟与冲突交战战场 安德他们利用这套系统 操控整个国际舰队 跟冲突交战 安德作为指挥管 他的小伙伴 则充当小队长 控制不同的战略小组 他们会把安德的命令 传达给手下的无人机操作员 这些无人机 可以任意编队 进行自由攻击 而国际舰队的杀手剑 就是用700亿美金 打造的超能电磁炮 他的攻击能引起链式反应 一下就能摧毁整个虫群 安德带着他的小队 经历一场场模拟战 起先安德他们能够轻松获胜 但是随着训练难度的逐渐加大 安德他们想获胜 变得不再容易 一段时间后 他们迎来了最后一场模拟战 只要赢下这场 安德就能顺利毕业 成为国际舰队的统帅 太空作战部的大佬们 全都来观摩这场战斗 安德站在指挥的位置上 将视角推进后 看到了陨石带后方 沿着一带的冲突战舰 和冲突星球 安德凝视片刻后 命令阿莱控制的第五中队 做试探硬攻击 这让冲突迅速开始集群 这正是安德想要的 之后命令配查 控制超能电磁炮冲能 冲能完毕后 直接开火 蓝色光束静止摄像冲群 炼式反应 瞬间将集群的冲突飞船 就在这时 星球表面 不见数以万计的红色光点 它们都是冲突的宇宙战舰 超能电磁炮的冲能还未完成 安德下达了伤敌一切 自损八百的命令 他下令 让所有战舰 不要在超能电磁炮周围 形成一圈又一圈的保护层 之后缓缓向冲突星球客戒 冲突见人类舰队攻来 开出战舰拦截 一时间各个小队纷纷告急 小伙伴学问安德怎么办 安德却冷漠地说 我不在乎你们的伤亡 保护好佩查 控制了超能电磁炮就行 安德的角色 意味着他要牺牲整个国际舰队 可以说是B7公鱼一役 很快 佩查控制了超能电磁炮充能完毕 但是他不知道打哪里 安德下令 所有无人机顺时针旋转 火力全开 为超能电磁炮轰出一条事业 此时 载有超能电磁炮的星舰 钻入冲突星球的大气层 安德又让星舰顶部的无人机 加速前进 声声撞开充足战舰 组成了红色迷雾 就在星舰防护盾即将失效的时候 佩查找到了目标 按下了开火箭 两束光波 直接击中星球表面 以光波聚集点为核心 形成炼式反应 死亡权迅速相为扩散 所过之处 万物解灭 最终 安德在牺牲整个舰队的情况下 赢得了胜利 安德和他的小伙伴们 抱在一起欢呼鼓舞 太空作战部的大佬们 也在商量着什么 最后 格拉夫告诉安德 这并不是游戏 而是一场真正的歼灭战 安德虽然牺牲了整个国际舰队 但他也彻底的灭掉了重组 此后 地球再也不用担心 重组的入侵了 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安德听完 却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一直以为这是个游戏 而且重组战舰在开战前 只是炎阵以待 并没有主动发起进攻 显然 他们也不想打仗 而他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灭了一个种族 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 格拉夫看着激动的安德 让人给他体内 注射了震惊剂 然后将他送回房间休息 昏迷着 安德梦到了那个在游戏中 出现的虫族女皇 原来 虫族女皇 一直试图用游戏跟安德沟通 可惜失败了 醒来后 安德跑出记忆地 然后穿过层层障碍 在现实中 找到了游戏的虫子 虫子愤怒地指向安德的脖子 似乎想要杀死这个 灭了虫子的人类 但在看到安德流下的眼泪后 虫子放弃了 之后将一枚虫软 推向安德 安德问他是虫后吗 虫子点了点头 安德向虫子保证 会给虫后找个新家 之后便脱离舰队 独自开着飞船 踏上了为虫族找家的漫长之旅 经常觉得安德 实际是有些圣母的 毕竟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 虫族来地球 本意虽然是为了种族发展 但子定会抢夺地球生物的空间和资源 虫族虽然在50年前 陆落地球 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没再来犯 但谁敢保证 若干年后会不会来 至于安德 带着虫后满宇宙找失局星球 我是理解不了他咋想的 是义气 是赎罪 只怕最后会变成农苦雨时了 好了